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前几期视频 我为大家分享了几种夏日冷饮的简单制作方法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 可以回看上面几期视频 相信大家对于鲜香美味的牛肉干都不陌生 牛肉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而牛肉干是将牛肉进行脱水和烘烤处理 蛋白质含量更加浓缩 蛋白质对于维持身体健康和修复组织至关重要 相比于其他肉类零食 牛肉干通常含有较少的脂肪 特别是饱和脂肪 这使得它成为一种比较健康的零食选择 有助于控制体重和维持心血管健康 牛肉干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B12、铁、鲜和锡等 这些营养成分对于血红蛋白合成 免疫系统支持和维持身体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牛肉干是一种轻便的零食 异于携带 它不需要冷藏 并且可以随时作为健康的零食选择 例如在旅行、远足或办公室中 牛肉干有这么多的优点 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 用空气炸锅制作牛肉干的方法 自己在家里制作 不仅无需防腐剂 而且制作成本不高 比购买的商品牛肉干实惠了很多 2公斤鲜牛肉基本就可以产出1公斤牛肉干 下面我就为大家展示具体的制作方法 首先将牛肉切片或切成条状 下刀与鸡肉纤维成90度 将纤维切断 肉片厚度在1厘米左右 用牙签在肉片上扎孔 这样后续腌制的时候 更容易入味 将处理好的牛肉片放到腌肉碗里 加入适量的食盐 白糖 药酒 柠檬汁 食用油 生抽 老抽 蚝油 五香粉 黑胡椒粉 蜂蜜 花椒粉 孜然粉 将调料与牛肉充分混匀 盖上保鲜膜 在冰箱冷藏2小时以上 让牛肉充分入味 将牛肉片均匀地摆放在空气炸锅的烤网上 可以看到 经过腌制 牛肉颜色变深 已经吸足了调料 将空气炸锅的烹饪温度调整到180摄氏度 烹饪时间调整为30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烤制过程 使用岩石摄影 可以看到牛肉经过烤制的变化 牛肉特有的香气和调料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经过空气炸锅的热风不断飘散出来 让人食欲大增 如果是切成牛肉条的 需要适当调整烤制的时间 因为切片更便于翻面 所以喜欢制作简单的 还是建议切成肉片来烤制 烘烤18分钟左右 将牛肉取出翻面 让烤制更加均匀 翻面之后 将烤杯放回空气炸锅继续烘烤 直到烤制结束 都不需要其他操作了 最终成品的味道 咸中带甜 香辣可口 具有明显的客家风味 如果喜欢更辣的口味 可以在调料中再加入一点辣椒粉 本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和我的频道 请点赞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一期节目了 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